这个在云端上面都有 所以程式码 mySQL你就启动 所以我们刚刚的画面 你只要把这个进到admin里面 然后记得是这个security 然后底下有个连结 你就把那个连结 打上那个密码 上面是mySQL的 下面是samp 那你做好之后呢 就会是绿灯了 什么时候绿灯呢 你点进去看就知道 基本上如果你确定 假设你这边myadmin点进去 它就会这边security 那进来三个绿灯 表示OK了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你这个web环境 就是应该是算可靠的 因为这东西也用了很久 没什么问题 而且最厉害的是 它几乎没有付到半毛钱 这个很奇妙 就算Google它很多资源 也是都免费 但是它免费还可以变成 全世界最大的公司 网络公司 但它当然有些部分是要钱 可是就是你可能用到一段时间 你还是会选择 还是付一点费用吧 对不对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第二个 就是在接下来在这边 mySQL做什么呢 请各位建一个什么了 我这边有提到 就是在建一个 就是问题二的资料库 在问题二的资料库里面怎么样 建一个问题二的资料表 就是database里面有一个table table里面有对应到我们的 这个Excel有六个栏位 有没有这六个栏位 那要怎么建 首先的话 当然你只要 我想这是一个 我自己习惯的SOP 就是第一个 我会先点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 建立资料库 那请你怎么样 把这边点一个名称 名称的话 你就是输入什么呢 输入问 假设是问题二 我们简单的 那记得如果你这个取什么名称 你将来就是要对应到 不然的话 你名称打错 它会找不到 另外这个资料库 不过买师傅 有些有些时候 尽量还是用英文名称 我试过是这个名称 是用中文没关系 所以有些地方 它好像用了中文就怪怪的 所以有些时候 你当然尽量 如果可以 你就用英文 另外呢 这个编码方式 也没有发现 这边预设有这么多 其实全世界编码方式这么多 但最常用的还是所谓的什么呢 就是BigFi 或者是Unicode 那特别是一般我们习惯 如果非微软阵营的东西 一律都会用UTF-8 那UTF-8的话 基本上有这么多种 UTF-8一堆 习惯上会用这个 UTF-8的Unicode CI 所以记得待会你们编码方式请你往下拉 拉到底之后的话 往上再拉一下 这边就有一个大概是 找一下吧 大概是再往上一点点 有一个UTF-8的Unicode CI 那这一个致源期 其实好处就是它不大不小 也不会说有些东西不需要用的罕见字 也帮你包进来 这个是当然跑起来速度会比较快一些些 所以基本上我们先用UTF-8的Unicode CI 记得不要选错 或者不要忘了选 因为之前有同学忘了选 把资料丢进去之后读出来 奇怪全部都乱码 后来一看原来它忘了选编码方式 那么把它建立 所以一资料库 建立资料库 记得编码方式按建立 它很快的话马上跟你讲已经建立好了 在哪边可以看到呢 请你往右边看 再来的话请你再把它展开 展开之后的话 请你点击它 点击它之后 它会问你说 那你接下来要不要建资料表 资料库资料表类 然后再来就栏位 它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那个资料表叫什么 我们刚才也叫一样 问题二 这样比较不用花脑筋 栏数的要几栏呢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总共有A到F 有6栏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干脆就6栏 直接输入6就可以了 旁边有个执行 按下去 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建立一个空的一个6个栏位 接下来做什么 其实跟那个SS差不多了 不过用6个栏位 我需要输入6个东西 其实我有交过一招比较拖篮的 你把这个栏位比较砍揍的事 然后呢 把它直接贴到最下面 那我的习惯是怎么样呢 再拉到最上面的把这个编号拖拉一下 一个 有没有 这招其实还蛮好用的 因为我觉得这招还蛮可以拖拖篮的 有没有 你要怎么建 那个栏位的话 这招其实 还蛮快速的 最后这边把它删掉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这样你就少打很多字了吧 那这是我一个独门的秘技 因为一般苏联不会跟你讲说 你用拖拉就好了 那这样也要用打的 我是想说 这好蛮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你拖拉的时候 记得一点 请你检查后面这个名称 有没有多空白 因为如果你多有空白 你栏位名称就是叫单价空白 特别注意 那你音色音吐之间有东西说 老师我全对啊 为什么不能音色音吐 检查之下发现 它的栏位名称多一个空白 所以如果你要音色音吐 你就要叫 那个音色音吐 那个栏位名称就要叫单价空白 因为空白在这边是有意义的 它也算一个次元 所以特别注意 最后请你检查一下 因为主要是跟各位讲 之前同学犯过的错误 另外形态的话 当然你有几种 一般习惯是最多是用Vatcha Vatcha指的是什么呢 它会跟你讲 可变的长度 自串 那它的限制是0到655 有没有 35 最大是这么大 那当然我们习惯 不用那么大 不过我会习惯 看一下编号有几个 最多应该是四个好了 我就这边长度四就可以了 品名的话 大概也是用Vatcha 最多不过我不确定说品名最多几个字 所以我可以设大一点 不然的话怕放不下 那单价的话呢 你可以用int 数量int 但小计我是建议你可以用 用int可能会放不太下 为什么int最大可以放多少 不过也蛮大的 它可以放 那个21亿 所以int 如果假设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呢 再往下有一个叫bigint 可以放这么大 哇天文数字算了 其实int就够了 好啊如果不够的话 可是问题是你想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节省一点 可以啊你可以用smallint 可是问题尽量还是先放大一点 否则的话以后放不下 你程式就会发生错误 就会跳出那个无法写入的问题 所以这三个都int 然后地区的话呢 其实东西南边vatcha 也许我可以多一点啦 比如我给它四个好了 那四个字应该够啦 怕说东西南边还没 反正你给它大 它会自动调整 vatcha OK 好啊最后的话呢 记得怎么样呢 把这个地方再按一个什么 下面有一个值存 它就会帮你把问题二的table 里面有五个栏位就建立完工了 好哎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什么 有个地方可以放资料了 对不对 储存 OK 好 完成 恭喜你 那里面的话现在是没有东西啦 那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先试着做什么 这边问题二里面有个sql 那你可以先做什么 insert into 你可以insert 你会看insert 后面有什么value 哪一些 你可以试着写入一笔看看 比如说写入哪一笔啊 其实我们前面好像有有练习过 你可以用之前那个练习的insert into的语法 可以先试做 比如说我这边 问题二这边 cnslt c好了 这边有一个练习的 那你可以切到这边有没有 直接贴上 那我们可以先try一下看能不能 先新增一笔看看 你可以吗 切到sql里面 按个值行 这个时候它 很快 新增一笔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再点到问题二里面看一下 里面的话那就会多一笔在这里 那这个是在myseql里面写入 还没有从eceql写过来 可是eceql要怎么写到myseql 其实说真的这也是我自己的实物经验 因为也没有人 我之前我本来都是用msseql或者ss 但后来因为工作上的需要 很多时候为什么你不能写到myseql 后来就想说对 ADO可以写过去 那怎么写呢 其实基本上 ADO如果要能够写到database的话 可能需要几个部分 第一个驱动程式 那因为呢 我们myseql它不是微软阵营的 所以可能需要装什么驱动程式 所以驱动程式在哪里呢 你可以找到在我们的云端上面有一个 那这个地方有32跟64 可是特别注意 这个32跟64指的不是windows的版本 这个32跟64指的是eceql的版本 OK 那理论上 现在的eceql大部分都是32月位元为主 之前就是我们练习的时候 很奇怪 本来应该OK的 奇怪一直没办法过去 后来我看了一下 我们这边 我们学校这边实在太新了 直接给他装64 所以后来我就装64就可以了 再特别注意 这个也是一个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 那所以怎么办呢 假设你不确定说你的版本是哪一个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就把这两个通通下载 然后通通安装 就一劳永逸了 这样的话就没事了 你也不用管32来64 不过这个当然最好还是追根究底 怎么看 我看好像你可以从什么 从这个关羽吧 是这边有个资讯 对不对 然后里面不是有一个什么 资讯里面是可以看到 显示在要这边吗 就可以看到你现在的版本 我上次好像找到有个地方 这边是问号吗 反正再找找 后来看了发现我们这边的环境 是64未圆的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 不是这里 还是选项 等等 反正这个再看看 好 那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重点 一切到那个pHG 买能力里面 先怎么样呢 先到我们的首页里面 资料库先新增一个 第二个的话 再新增一个资料表 那栏文名称的话 总共就有六个 来请各位先试一下 见一下那个空的资料表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配合那个ADO 跟上个礼拜讲的那个SQL 其实只要把上个礼拜的语法 修改那个资料库 跟那个什么呢 跟那个我们的就是相关 之前的是位置 一个list work 就是在同一个位置的旁边 然后list workbook.pass 但是呢 因为server它是一个IP位置 所以你只要把那些修改一下 其实就可以直接连线